我是宜蘭的 我是今年一月才到這邊 因公路關係掉來這邊 那至於會待多久 可能未來這兩三平台還是在宜蘭一派土地上 對那對宜蘭的感覺 我覺得宜蘭很漂亮 我第一次到宜蘭的時候是民國八十八年 我來這邊當兵在慶六節 那時候學歲當然還沒有通 後來再來宜蘭 學歲的也都還沒有通 一直來的感覺就是覺得宜蘭很漂亮 對就覺得是好上好水 就是這種感覺 那我本身我是嘉義的 那家裡世代也是宜蘭 那比較起來我覺得這種感覺 今天這個題目其實我覺得滿期待 聽起來很有感覺 老家嘉義也是在改變 四哥宜蘭也在改變 龍舍也是已經能蓋 然後聽家裡的宜蘭來講 也是說討侃話 也是說哪一天 如果說家裡的鐵有沒有 那個財團徵收了 應該說政府徵收了 也許就會有些錢就會 整個感覺就會 家裡的感覺就會不一樣 所以我的感覺啦 烏龍的人應該都在期待 都期待下一代不要再烏龍了 我相信大家應該有這種感覺 希望說家裡的指數就是 可以做辦公室 比如說講比較白壞的地方 做辦公室不要讓牡道做 大部分人都是這樣感覺 長輩這樣告訴我 然後但是 不是烏龍的人都期待著一個 田園夢 會想要去 種種花草 然後走進田野 其實就是這種矛盾 所以今天題目 我今天聽起來 其實我覺得 目的 跟大家的訴求 好像不是那種明確 聽聽看大家就忘了 也許 觸動吸引一種感覺 但是 主要訴求 會在這種 矛盾中 跟那種平衡中失去 為什麼這樣講 心機發展跟環境保護 就是喬喬板 對不對 當初來宜蘭的時候 我們是坐火車 還沒有雪睡 但現在來宜蘭是 可以經過雪睡 就可以看到 哇 出了那個教導 好漂亮 我每次坐個馬來 我就覺得哇 好漂亮 每次看到那個感覺就是 真的是很漂亮 很震撼 相信這種 但是如果說 會倒在家 沒有雪睡 看不到那個風景 也許看不到那個角度 那我想講的是說 國家會繼續發展 環境會繼續 經濟會繼續發展 某些東西會被犧牲掉 那這個犧牲掉是必然的嗎 其實 以我來講 我不能去計算說 哪個是好的之力 這些應該是由 我們政府政策來做把關的 可是我們今天有 感覺到政府政策把關嗎 我覺得 太多利益交換 喪失掉了 那如果說今天這個主題來討論 我覺得 應該大家去更重視是 本身是農民的人 他怎麼看 對不對 我覺得 他怎麼看 他怎麼看 說 那我的農田 能不能割出一塊來蓋農森 我的農田 我能不能賣給 我自根農的人 所以我覺得這個訴求 應該更 更明確一點 而且更 廣納各方面的人 來討論這個問題 不然會變成 我不是自根農 我去來討論這個 事實上 那那個利益平安 怎麼去平安 這是我的請見 謝謝 今天 有當然 謝謝 印度 我